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这个电子废物当中我们有很多有价资源 比方说铜 银 我们也有很多贵金属 比方说金 银 那么还有一些塑料 同时也含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 比方说重金属和锈类的阻染剂 那么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首先要从它的这种全生命周期来进行考虑 那么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图是一个从这个开采 到最后使用最终处置的这么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电子废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它不光是一种废物 同时也是一种城市矿产 那么除了这个资源性的这个方面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是一种粗放式的这种处理的模式 那么这种图片呢 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发展中国家 比方说中国 这个印度和尼日利亚 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或者曾经非常常见的 那么这些废物呢 大部分都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国家进行处置的 那么针对电子废物的管理和处理 我们实际上已经找到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比方说我们已经从这个电子废物当中 可以回收其中的金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回收了其他的资源 但是呢我们应该看到 这种回收呢 还是比较粗放式的 还没有实现壁路循环 或者说这个资源化利用的这个 这个程度比较低 价值比较低 那么这个在考虑电子废物管理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从生为周期的管理的角度来看 就我们需要理清这个生产者和回收处理者的关系 那么我们也需要找到它的技术方案和政策上的方案 那么在国际社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巴塞尔公约 已经开展了一些行动来这个启动了移动电话伙伴关系 和这个计算设备伙伴关系在全球范围之内 推动电子废物的环境无害化管理 那么应该说这个伙伴关系成为了一个创新性的一个解决 新型废物流问题的一个方案 那么我们这个其实除了从公约层次来讲 我们从区域层次 我们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 也在开展这个启动了一个金属回收的伙伴关系的一个计划 用来推动相关的电子废物的这个行业的发展 那我们在对这个电子废物考虑它的这种这个技术方案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电子废物 它里边有很多有价值的资源 我们必须要把它回收回来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电子废物 那么它本身的多样性 但是呢以及它的共性 就是电子废物本身的共性 以及它的这个多样性 那么这是我们在国内看到的一个 这个比较常见一个电子废物处理的一个模式 那么这种模式呢 是以拆接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处理方式 然后后续呢 通过对拆接产物的进一步加工处理 那么完成整个资源化过程 那么这是一张我们在发达国家 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处理的模式 那么高度的这种设备的集成化的 那么应该说这种模式呢 那么可以实现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处理 但是呢就是从这个材料的回收利用 效率方面会降低 因为混合的这一部分材料 那么是没有利用价值的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两种实践都有它的局限性 那么怎么来进行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幻灯片呢 我们提到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子产品当中 电子废物当中含有 比方说像这种电路板 电池等等一些共用的一些部件 那么这给我们一个思考 就是我们怎么来解决电子废物的问题的时候 那么采用什么样的方案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 两种类型的电子废物 一种是比较致密型的 或者比较小型的 那么这一种电子废物的话 因为它说这个体积比较小 比较致密 那么它应该是 适合于采用一种处理方式 而这种大型家电 我们可能更多的 利用这个拆接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那么最后提高它的资源利用效率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总之最后需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电子废物的处理 需要立足于基本的国情 立足于社会发展 各个方面 那么同时考虑技术的可取性 采取一种分类 拆接加模块化处理的模式 来最终解决我们的电子废物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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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